大家好 早幾條片去深圳康明眼鏡配眼鏡 去了儲香樓和唐公飲茶的片都已經出了 還有兩餐打牛肉火鍋 現在一連兩條片和大家分享 計一計 想一想 東門我們都沒有來十幾年了 直到早幾年就有一座紅極一時 人氣極度火熱火爆的一座懷舊建築物食市 剛巧這次離開東門配眼鏡 就特意走過來看看 在2021年開張的時候 就曾經創下輝煌的一刻 開業20分鐘取號訂位已經突破了一萬 五個小時線上取號訂位已經達到六萬人次 甚至有些人可以冒著烈日當空排四個小時 就為了一杯飲品 這座建築物就叫深圳文和友 在上一年2023年9月雨災的時候 曾經浸了兩層 聽說關了門沒有做 很多人都打算去撿了一顆 之後就重開 人氣大不如前 人流都減少了很多 似乎好像檀花一現 為何會這樣呢 我們現在趕著去吃牛肉 打完火鍋之後 就會進去這座建築物入面走走 拍給大家看 在這座文和友的食市旁邊 有一條河 走過這條河 就會看到我們想去吃的火鍋 遠遠看到紅色這間就是了 但看來看去都看不到店名 原來《月來月牛》的補號字是這麼小的 招牌上面就打著潮州特色匠心工藝 而且在大眾點評上面的分數都有4.4分 我都頗有興趣試試這間的牛肉 入門口就有個點像台 這間店的面積就有中小型度 找一張桌坐下 我們在手機打開大眾點評 就買了一個148元的餐 上菜很快 積來一碟河粉和一個蔬菜 上菜快就正常的 因為都不用煮 鍋底20元就包在肚餐裡面 接著就是熟牛腩鴨血和一碟涼半泊青瓜 都離開了 兩碟牛肉都離開了 一碟就是鮮軟肉 一碟就是鮮肥牛 另外半份熟牛丸5粒都上了 鍋底有些蘿蔔片和粟米 我個人的意見這個湯底的鍋就太大了 我就不太喜歡的 因為錄完牛肉之後 那些精華就在湯裡 湯喝不完根本就浪費了 熟牛腩有部份夠軟 有些筋就比較不夠軟 扔下去 滾到最後才吃 都OK 都叫做是吃到 這裏的牛肉吃下去 當然不可以和潮州當地的牛肉比 都是算新鮮 但是牛肉味就一般般 我們猜會不會套餐的肉 我們多點兩個散叫的 五花劍和釣龍盤 這兩個應該會比較好看吧 軟度、juicy度、牛肉味、滿足度 都是說一句OK 但論價錢來算是便宜的 以性價比都還算可以的 不看單之前說一下這碟拍青瓜就太辣 我們吃不到 整餐最好吃的就是河粉 河粉質的米氣比較重 也挺滑 加上牛肉湯和糖芹就很好吃 不過湯真的剩下一大鍋 牛肉味在裡面 來看看單 套餐148元 叫了蘋果醋25元 五花劍48元 釣龍盤42元 但是有一點要提提大家的 就是如果買了套餐之後 散點的八八折就享用不了了 自己就要計一計 是不是套餐裡面所有的東西都喜歡吃 還是散點會比較划算呢 吃完晚飯走去地鐵站的時候 會經這座曾經一度受一眾的年輕人歡迎 和網紅打卡地的文和友 拍一下夜景和進去室內 拍一下給大家看看 這裡有雜美食娛樂加地方文化 外在的環境設計 就是以一個上世紀的長沙建築風格 走進去室內就像湖南長沙的老街景 是打造了令人感受到那股市井氣 是有點特別的 但是並被爆發出如同2011年 在長沙的文和友開業至今十幾年那種持久勁爆的效應 來試看看它的原因 第一 我會覺得深圳就是廣東地域 雖然外來的湖南人都不少 第二 廣東人食片大小城區 什麼是美味呢 一吃就知道 加上口味上的差異 例如這裏會集了各類的市井美食 又以長沙美食代表之一的龍蝦館 作為主題餐廳 但是一般廣東人喜歡吃的是大龍蝦 是吃奧龍或者是差點的 就吃波士頓了 起碼都是不是 小龍蝦就說以鮮、香、紅、辣 作為招來百方的食客 那我們就被他招不到 招不招到你呢 我都很想知道 不妨留言說一下吧 廣式美食陽明天下 競爭激烈實在不容易做 長沙有長沙的味道 廣州有廣州的風味 深圳有深圳自己的滋味 再加上復古風就是越來越多 都已經沒有了那種太過狂熱的感覺 甚至我走走走有少許感覺都幾迫 有點危險 畢竟這一座都是很出名 和很多老品牌和熱門品牌餐廳 在裏面的復古社區 就介紹一下給未去過的朋友知道一下 然後就走出去外圍 外圍的環境就現代化 這個感覺是舒服很多 這條牛肉火鍋片和柱香牛唐公配眼鏡 都是深圳東門一日遊的片 我會把柱香牛唐公康明眼鏡的片 放在這條片的描述欄 按在標題欄就可以繼續選擇描述欄裡面的片 想提提大家的 康明眼鏡農曆新年假期 2月7日年28放到年初白開工 想去康明配眼鏡的朋友 留意下放假的日期 我的頻道是希望找到 好隱藏在社區裡面的優質事物 提供實用的資訊 希望我私生活能夠成為眾人信賴的響道 在這條橫的天橋走過一點 就已經是地鐵口 我介紹的就會圍繞住衣食住行的食住行 住就是住酒店 介紹酒店 這方面是我的老本行 反而不介紹 我的影片適合看的話 記得訂閱 覺得我用心的就點個讚 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歡迎Follow Bye Bye 下條片見 下條片見 下條片見